最近很多兄弟问3000价位什么手机值得买 那像那种便宜的机器咱就不说了 所以说3000价位什么手机值得买 3000价位的话 如果说你喜欢小屏幕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个苹果的14pro 毕竟的话120Hz的高刷灵动导 后置4800万的三色满血A16的一个处理器 性能方面还有体验方面绝对都是拉满的 目前的价格3699就可以入手了 如果说你想要大屏的话 可以看一下13pro max6.7寸的一个大屏 支持120Hz的高刷 虽然说不是零动导 但是的体验效果也不会差特别多 后置1200万的三色 拍照方面的话 比14pro、14pro max这些可能稍微差那么一点 但是拍视频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目前的价格128GB的3099 256GB的3499就可以入手 如果说想要零动导还想要大屏的话 那就可以直接入手14pro max 像这款机器的话14pro max的话 价格也还是不错的 像128GB小花城市的 目前的话3999就可以安排了 3000价位顶级旗舰 那这三款绝对是你绕不开的存在